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等六位跨党派国会议员15号拜会蔡英文时表示 美国在政治上有分歧 但就台湾而言 它们是团结的 格雷厄姆说 这是我对你和台湾人民的承诺 我们将开始让中共为其在世界各地所做事情付出更大代价 美国联邦调查局14号指控称朝鲜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 拉萨路小组与一起6.15亿美元加密货币被盗有关 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同一天宣布 对属于拉萨路小组的以太坊钱包实施新制裁 推特股东沙特王子瓦利德15号拒绝了马斯克购买推特100%股票的提议 他表示马斯克不符合推特真正的价值观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起是否同意推特私有化取决于个人股东而非董事会的投票 截止15号有84%的用户选择赞同 世卫组织15号表示 COVID-19中共病毒还没有稳定下来 并未进入任何积极性形态或传播模式 依旧变化多端仍然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疫情 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15号宣布 16号零点到19号午夜 实行社会面临时性管控措施 排查隐秘的感染源 通告称本轮疫情为传染性极强的奥米克戎变异毒株 社会面病例主要是货运物流从业人员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上海的病例数字突破了30万了 但可能就在本月底这个疫情就结束了 原因是什么呢 习近平可能是站在了李强这一边 孙春兰落败 上海的抗病规则已经改变了 检疫防疫规则也很可能要发生改变 百姓民不聊生 人祸大于天灾 但是在这场疫情之下 上海民众的自救互救也让人们看到了人性中的光辉 让人是为之感动落泪 今天上午10点上海当局通报了 昨天新增本土病例是23,072例 其中有症状病例增加了20% 达到了创纪录的3200例 南华道报指出 从3月1日到现在上海累计感染人数 已经超过了30万 共计是30万3千人 确诊病例在1万5千人左右 无症状感染大约是29万人 据上海发布消息 中共副总理孙春兰昨天在上海主持疫情分析会 他继续要求 按照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表示研究制定攻坚行动方案 尽到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孙春兰还在要求攻坚 要求实现清零 看上去这个家伙像是习近平的死忠 在不折不扣的执行着动态清零的政策 但是2600万人高度集中 真的可以做到清零吗 最近老传染病专家 上海长征医院退休副院长妙小辉 每天都非常焦虑 终于在昨天他公开发文 向掌握话语拒全的 吴尊友和梁万年开伙了 他质问这两个人 你们做过医生吗 看过一个病人吗 你们俩有本事清零了 我对着14亿人隔腕谢罪 奥米克戎还在 倘若他滚了 有克戎或者是年克戎还会再来 妙小辉还向这两个人叫板 表示要跟张文宏医生一起 跟这两个人隔空PK 辩论一下额外死亡和清零 以及其他所有相关的内容 他并且还奉劝这两个人 请不要继续误导 从第一到最后一个的14亿人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懂了 妙小辉最后这句话的意思 我理解从第一到最后一个 这个第一可能指的就是习近平 也就是说妙小辉可能是在指责 吴尊友和梁万年祸国殃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公开资料显示 这个吴尊友是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两万年是中共国家卫健委 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 这两个人 他们是直接向北京领导人提供建议的官员 而且他很可能就起着重要作用 前几天那位疫苗公司流行病学博士 已经指出过 习近平和李克强都不是专家 他们做防疫决策的时候 要参考专家们的建议 而吴尊友和梁万年都主张清零 比如10号 梁万年还在央视公开声称 说动态清零是中国当前抗疫最佳选择 那么大家想想看 北京动态清零的这个政策 会不会就是他们提供的建议呢 但是正如妙小辉质问的 这两个人很可能没有做过一生 没有一线工作的经验 换句话说 这两个人可能真的是政治官员 并不是什么专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提出的建议很可能就是顺上意的拍马屁建议 并不是出自专业考量 在中共的官场上 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知道非常多见 政治官员流须拍马阿谀奉承上面 通过政治手段要求下面 外行领导内行 而这些不科学不合理的做法 往往就导致混乱不堪 让那些专业人士无所适从 眼下上海出现的这种种混乱 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昨天下午 有一位疑似知情的网友 突然在社交媒体连续发帖 他用淫语的方式 披露了一些上海高层的内幕 因为涉及到内斗了 所以这个帖子的内容是没有办法核实的 不过咱们分析上海最近这一个阶段 反映出的情况 与帖子当中的说法是比较相似的 也有一些是网友之前 向我们爆料中提到的情况 帖子当中有两个主要人物 一个是孙老太婆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对应着孙春兰 另一个是大强子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对应着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帖子中表示 孙老太婆在这两年的抗议当中 都是一个模式 不管到哪个地方 都是先把地方官员骂一顿 然后提一堆要求 一两天拍屁股走人了 如果下面坐好了清零了 那就是他独占有功 如果坐不好 没有实现清零 那就是下面执行不力 这次到上海的第一天 孙春兰将上海的专家全部排除在外 只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专家参与 这一点我们前面节目中曾经提到过 就是上海专家全部靠边站了 孙春兰是训斥了上海官员 两天之后他临走的时候放下狠话 说如果清零不了 你们去中央解释 如果老百姓没吃的 你们去向老百姓解释 如果如何如何 正是因为孙春兰的这个狠话 上海就改变了他精准防疫的做法 从不会封城也不能封城 变成了鸳鸯国管理 进而又发展到整个上海 全域静态封城 上海这个变化过程 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聊到过了 但是病毒可并没有听孙老太婆的 封城之后 这个病例数字仍然在不断标高 于是就出现矛盾了 什么矛盾呢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不愿意背这个锅 于是告状 让孙老太婆自己来收场 不能砸了场拍屁股走人 你得负责 所以孙春兰就第二次到上海 之后发现走不了了 帖子中表示 孙春兰发现自己提出的 应检尽检 应收尽收 应格尽格 应致尽致 已经把自己给套牢了 这四应四尽 是自己的人 也就是联防联控办 全面接管上海防疫政策 制定和落实 包括资源调配 于是孙老太婆想变着 包括4月4号所谓的三区划分 还有后来的这个八成试点 这都是孙春兰想变通 给弄出来的东西 在这个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我们曾经披露的那个电话录音 就是上海疾控中心那个官员 大骂上海干部不专业 推翻上海大数据系统 停用健康云 然后用孙老太婆老家 辽宁的东软 开发上海的核酸码系统 可是却在检测现场系统崩溃 等等等等出现了很多漏洞和问题 另外这个孙春兰 要求外地援助上海的医疗队 做医疗采样 不能占用上海资源 所以江苏 安徽的医护都是 当天早上坐大巴到上海 下午坐完 载乘车返回到出发城市 水也没喝饭也没吃 就这样 2600万人的核酸筛查 就草草的结束了 并且以这个不完整的结果 作为依据 在11号推出了三区划分 但是11号的晚上 李强听取了汇报之后 发现这样就放松 就把前期封控的效果全毁了 帖子当中表示 现在上海经济已经严重受损了 民声更是严重影响 如果抗议再不能达成效果 李强10月份进入常委会 肯定要黄了 这个时候 李强不干了 开始反击了 要求立刻叫停三区划分 全都是管控区 另外他同时还布置 进行12号到14号连续三天 核酸检测 但是12号上午刚开始 东软的核酸系统又崩了 全程核酸也不敢搞了 帖子中最后指出 我摊开事情是让你明白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闹剧 舞台是上海道具 是上海2600万人 以上就是这个帖子的主要内容 我再重复一次 我们没有办法核实这些内容的真实性 但是呢 里面讲到的上海种种异常现象 我们确实在以前节目中提到过 我们也感到有些奇怪 太反常 比如那个八成试点吧 只有大陆财新网报过 中共官媒都没提 而且在几个小时之后 财新网的那个消息也被删除了 当时我就怀疑 有中共的内斗因素 现在通过这个爆料帖子来看 的确是有这种可能 是李强与孙春兰之间的政治决力 有人可能会问了 孙春兰是中共副总理 李强是中共的封疆大力 他怎么敢跟孙春兰较劲呢 没错 孙春兰是中共的国务院副总理 李强是上海市委书记 如果从专项工作来看 孙春兰作为专项官员 对上海的防疫工作有指导权 但是也仅仅就是个指导权而已 并没有决定权 这主要因为孙春兰和李强 两个人都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政治上是评级关系 而且李强是习近平的嫡系 又是中共二十大入常的热门人选 所以他才敢向孙春兰反击 否定孙春兰的做法 但是大家看到了吗 上海的疫情为什么越来越糟 是因为中共的官场内斗 在拿老百姓做道具 中共官员为了各自利益打斗 遭殃的却是中国的老百姓 这体现在上海的防疫上 就是2600万的上海人 就是锅里边的菜 中共官员想怎么炒就怎么炒 不过孙春兰和李强之间的较量 现在可能已经分出胜负了 今天上午10点 与我们联系紧密的上海网友 发来邮件表示 孙春兰在内斗中可能失事了 邮件中附带着四张今天的群聊天截图 图中显示有一个人连续发帖 上海疫情月底结束基本确定 医生警察都开始撤回 感染人数会每天技术性下降 重新启用健康云 风向开始清晰 为了大家听起来更清楚一些 我把这个人称为A A特别指出 他的朋友是上海第一医院的 全部接到通知撤回 明天结束核酸检测 也有在方舱的警察朋友开始撤回 重新启用健康云 李强斗营了 A还贴出了一份疑似会议的内容 其中显示上海 刚召开了核酸检测专班会议 明确新任务必须在今天追洋结束 在接到上级通知前 说要暂停所有核酸检测采洋工作 追洋要求集中隔离点和工地保工商超门店 以及送货等人员 也包括社区村干部 警察志愿者等等等等 全都是单人单管 红管复合 随后A还贴出了上海第一医院的 内部群的对话截图 上面不同的人 对话显示疫情结束了 不会再有新病例了 其中一位姓蒋的医生 说我们这几天核酸检测队伍都撤回来了 我们昨天的羊 今天都发我阴性报告了 核酸码不用了 又回到健康云了 A表示上海当局只有这一条路了 他们也不敢继续了 其实比每天报道的多 只是每天来不及收或转运这么多 变相承认清零失败 A继续补充表示 第一医院已经没有后备力量了 不撤他们自己也倒了 我还是要声明 我现在没有办法证实这些聊天中提到的内容 但是这位爆料网友与我们联系的很紧密 曾经多次向我们透露上海的内部情况 而且多数都被后来给证实了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不怀疑向我们爆料的网友 但是对于聊天对话中的情况 比如上海疫情结束的时间 和孙春兰斗拜等等 我们还需要观察 不过这种观察并不难 最直观的一个观察点就是 看还做不做核酸检测 每天通报的数字是不是在减少 如果真的不做核酸检测了 自然也就没有新的新能病例了 那这样通报的病例数字一定会呈现减少 而且幅度会很大 其实大家比较一下 昨天和今天通报的病例数字 就会发现 今天比昨天已经是有了大幅度下降了 昨天通报的是 2万7千719例 今天通报的是 2万3千072例 这个下降幅度高达17% 这是不是 技术性下降呢 我们再等等看 明天再通报数字 如果还是大幅下降 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是政治数字了 是技术性下降 也就是说 即使有人再被感染 也不会被确诊了 因为政治不需要再有新能病例了 政治需要阳的时候 你才能阳 阴也得阳 政治需要阴的时候 你才能阴 阳也得阴 不问你信不信 就问你服不服 如果是这样啊 那真的就意味着 孙春兰在和李强的政治角力当中 是落败了 李强都赢了 那换句话说 是习近平可能改变了主意 选择站在了李强这一边 因为现在的这个中共政坛 习近平信赖的可用之人并不躲 而李强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早前有多方分析认为 习近平将要安排李强在二十大入常 成为习阵营的一个重要力量 假如因为上海疫情受挫 李强不能入常 那对习近平来说 损失是很大的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很可能与李强孙春兰的争斗也有关 今天上海当局宣布了 说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原则上不停诊 不得以等待PCR检测结果为由 有不少网友认为 这是用多条人命换来的新规定 有网友这么说 一个月过去了 现在才想起来说 这一个月死了多少人 知道吗 也许上海的新规定出台 向网友认为的是人命换来的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更倾向于是新规出台 可能与李强和孙春兰争斗 分出胜负有关系 大家想一个问题 中共什么时候 看中过普通百姓的生命 如果是几条人命 就能使中共改型更张 那还是中共吗 武汉当初封城 有很多人被逼得跳楼自杀 中共有改吗 这次上海也有不少人跳楼上吊 也有很多病人被拖延致死 中共对这些不知道吗 西藏人民为了抗争中共的镇压 先后有很多人 用自焚的方式抗议 包括前不久那个流行歌手 都是以死抗争 但是大家看看 中共有改变它的政策吗 没有 中共从来都不会看中 普通人的生命 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共的眼里边 什么都不是 咱们说句难听一点的话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命 都没有中共党官家里的 那个狗的命贵 所以我认为 中共的新规出台 并不是因为死几个人 迫使它改变了 不是这样 很可能就是因为 内斗有了分晓 才做出这样的改变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反映在大陆门户网站搜狐这里 昨天搜狐突然报道了 上海最大方舱集中营的暗黑面 指出上海方舱 几千人同居一室 无法洗澡 厕所脏乱差 等等这些问题 文章引述一位叫李乐的说法 刚到上海市博 H1厅的方舱医院时 很震撼 近三千人同居一室 场景壮观 这位39岁的李乐表示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 方舱里却不开空调 洗澡也不方便 只能到厕所擦洗一下 而方舱的格局 对女性也不友好 不少女性为了保护隐私 用被单把床围起来 特别是人们的作息时间不同 根本休息不好 李乐表示 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非常抓狂 这个李乐在方舱医院里 拍了一段视频 其中有几个人对着镜头 讲述了感染之后的情况 这些人表示 大多只是咳嗽 头疼 有点发烧 但持续一两天就好了 还有几个没感觉的症状 这则视频有1500多万的播放量 文章还表示 4月11日凌晨 37岁的徐梅和女儿 被转到了会站中心方舱医院 这里分男区 女区和家庭区 家庭区 男女混住 几乎没有隐私 卫生间是一排男女混用的移动厕所 垃圾就堆叠在坑位旁 散发着恶臭 很多人 尤其是女生不敢上厕所 只能减少吃喝 在一处地上 有一大片别人吸烟后乱扔的烟头 烟盒 还有几处别人吐的毯液等等 现在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已经看不到了 我中午时间点进去 发现已经被删除了 搜狐新闻的微博也删除了 但有网友已经截图了下来 我们才能看到这篇文章 搜狐敢报道上海方舱医院的暗黑面 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情况 像这样的情况 通常也只有海外的媒体 或者是自媒体报道 在中国大陆很难看到 一方面 这是因为这种暗黑面对党的形象不利 用小粉黄的话说 曝光这种阴暗面 就是在向境外势力递刀子 另一方面 上海的疫情防控 人们都知道涉及着政治角力 孙春兰主张清零 李强是倾向于精准防控 而在孙春兰与李强角力的关键时刻 搜狐主动曝光了方舱医院的暗黑面 会不会是他站队李强打击孙春兰呢 不管怎么样了 咱们说真的 我是都希望疫情早点过去 快点结束 因为我发现 虽然这个病毒不可怕 但是玩弄病毒的人 太可怕了 这场天灾加人祸当中 我们刚才说了 人祸远远大于天灾 在他们制造的人祸之下 上海老百姓只能靠自救 因为上海的网民 麦子熟了 用文字记录了 2600万上海人 在疫情当中的悲苦 也记录下了人性中的光辉 他的邻居长期抢不到青菜 因为朋友帮他抢到了一颗水芹菜 邻居说我哭了 仅仅是一颗水芹菜 就能把人感动落泪 上海人的生活有多艰难呢 前两天麦子熟了 在楼洞群里表示快断粮了 随后楼下的一位不认识的邻居 是一位二胎妈妈就主动加了她的微信 问麦子熟了 需不需要大米蔬菜 麦子熟了向对方说 姐姐 我给你转个红包可以不 我真的好感激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对方回复说 情义无价 并且还开玩笑的说 红包没法包啊 麦子熟了又表示 等姐封了给孩子买点零食 自己都要被感动哭了 对方说不用记挂 你安好 大家都安好 麦子熟了 收到了那位二胎妈妈 放在电梯里的整包大米 还有蔬菜 肉 榨菜 牛奶和零食 麦子熟了写道 我当场爆哭 我想面对这样的场景 没有人会不感动的 如果在平时这些东西 或许算不成什么 但是现在是疫情高峰期 非常时期 还在封城阶段 很多人抢都抢不到食品 而这位好心的邻居 却主动送给他这么多 这就是在救命 是在牺牲自己 挽救别人 一位妈妈在群里表示 孩子才86天 可奶粉已经见底了 本来想奶粉母乳产半 但冰箱里越来越空 他本人每顿饭也只敢吃七分包 所以母乳量就越来越少了 他的丈夫不想给邻居们添麻烦 叫他先忍一忍 自己想办法抢菜 但他还是发了一句试探性的话 怎么说的呢 加了四个母婴群 一罐奶粉没买到 美团上申请了应急求助 也还没有反馈 86天的婴儿 从一天六顿改成一天四顿了 就这么一句话 邻居们马上开始行动了 有人将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野生鲫鱼 和青菜放到了他的门口 有人给他端来了原本 为女儿熬的骨头汤 还有邻居半开玩笑的跟他说 老公的想法不重要 自己和孩子的身体最重要 有一位很久没吃过肉的女孩 想用两个西红柿 或邻居的一根香肠 没想到邻居还回来的袋子里边 西红柿原封未动 但是多了三根鲜肠 谁能想到 平日里几乎互不相识 只是点头指交 如今成了上海人之间彼此的支撑 麦子熟了写道 没有谁就应该帮谁 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为别人着想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都成了别人的精神锚点 每天努力好好活着 就是对身边人最大的抚慰 麦子熟了接着写道 在这场上海居民的自救和互助中 人们真切的感受到了温暖和善良 都来自不知名的他和他们 是拎着饭菜里面敲门的热心阿姨 也是微信群里耐心回答问题的团长 楼长 是楼上楼下搬运分发物资的志愿者 也是为给上海送菜 只能漂流路上的货车司机 是在网上替老幼运残 发声求助的博主们 也是替老人到处买药 借药的年轻人等等等等 麦子熟了最后写道 疫情中每个人都很难 但当你觉得沮丧 觉得难过的时候 想想他们正和你站在一起奋斗 请尽力照顾好自己 成为一个锚点 坚守住自己的阵营 这样当无数个锚点连接起来时 我们就是一座港湾 党化不仅是虚假的 而且它是扭曲错位的 它用一套似是而非的词汇 投梁换注的语言系统 来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让人没有办法正常思维 使人难以和正常社会的人交流 最终是掐灭了中华传统和精神 从文化上 从语言上 说起来呢 我们早就亡国了 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去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 贸号双斜线 慕阳社.com 还有一个是 HTTP 贸号双斜线 YouLucky.biz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也希望您在视频下方留言 与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更希望您能够帮助我们 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让更多有缘人能够接触到我们 对了 推特今天做出回应了 他们可能要祭出读完策略 来阻止马斯克收购 什么是读完策略呢 马斯克还有收购成功的希望吗 张天亮博士 他要在今天的天亮时分里面 来分析相关的内容 时间就在我们的节目之后 另外江峰先生 要在他的这个节目当中 聊到乌俄战争的话题 俄罗斯的莫斯科瓦号 被乌克兰给击沉了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江峰老哥将跟你要好好地砍一砍 这两位的节目我是经常学习 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来看看 请大家不要错过 那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